在台北市许多豪宅为了能够多盖一点屏数和市政府协议说 是不是能够多增设公用停车位给附近的住户来使用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停车位其实就叫做奖励停车位 不过事实上我们也发现说有九成以上的豪宅 其实所谓的奖停车位是不对外开放的 甚至还传出说周杰伦他所居住的原大清品建商 不仅是赚了552屏数 等于是多赚了5亿多万元 而且还把这个奖励停车位卖给了住户 反手就赚了至少6亿元了 台北市车位一味难求 不守卫在市区的豪宅为了换得荣基奖励 增设公用停车位给一般民众使用 但实地走访九成以上的豪宅 停车场拒绝对外开放 甚至还把奖励停车位转卖给住户再赚一笔 根据和市政府的协议周杰伦居住的原大清品 应该释出63个奖励停车位给一般附近民众来停 不过根据传闻这63个停车位 附近民众一个都不能停 想和周杰伦用同一个停车场越来越困难 而且据说周杰伦为了停好几台爱车 可能也买了奖励停车位来停 如果附近住户真的一个都不能停 那台北市政府释出的荣基奖励 让原大清品多盖了552瓶 要是以一瓶保守估计100万元来算 建商先赚进了5亿5000多万元 再把奖励停车位一个卖250万元 63个总共又让建商进账1亿5000万元 附近住户说其实原本有开放 但车位几乎都被住户买走 又也等于没有 市政府说奖励停车位就是得开放给民众使用 但要是建商偷吃不 先赚评数再赚停车位反手赚两笔 就看市政府有没有挥大刀开发的决心 中文新闻刘家伟方九台北采访的 请不吝点赚